HELLO 大家好 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最新出的SM8的肥包 那肥包它的封面是傑拉奧拉 那人稱電貓 好 那裡面的東西等一下開起來跟各位介紹 接下來再來就是我們的快龍白金豪華大禮盒 那裡面的東西非常非常的豪華 為什麼叫豪華大禮盒呢 我等一下打開給各位看 來我們開打開吧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肥包了 我跟各位一一介紹 首先它裡面會有這個一本它的圖鑑 那算是它的DM 那裡面它的就是它SM8裡面總共有什麼卡片都在裡面 那這一次堪證是史上最多最多卡的一次 聽說是200多張 那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東西 所以說你說你要收起SM8的東西真的是太難了 因為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建議你們去買個100盒來試試看好不好 說明就可以收起了 好 接著那裡面的話你還會翻 那基本上SM8大獎 正常來講大家都喜歡這個 來我可以看一下 九尾 這個九尾 非常非常漂亮 那第二大獎的話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就是這張空木博士啦 那我覺得這兩個是非常非常的有價值的東西 那其他東西也不是說明價 因為太多太多東西了 好 那等一下看看我們歐不歐洲 我們來看一下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那接下來裡面的東西還有 那喜歡捷拉奧拉的朋友們就可以買這個肥包 裡面就會附一個捷拉奧拉的卡套 那你就可以裝在你的牌組上面啦 接著下面就是有一個能量磚 那能量磚的話 基本上店家都會提供啦 如果你真的不夠的話 你去跟店家要好不好 如果店家不給你的話 你跟芒果講芒果送你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裡面還有這個 你看一下這四個 這個叫擋板 擋板的話就是說 你在整理的時候 譬如說你卡片可以用成怪物 或者是人物卡 或者是道具卡 或者是能量卡 用這個擋板來分開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看超級可愛的電貌 有沒有看到 嗯 那接下來裡面的東西還有 來看一下 這個傷害指示物 就是我們的骰子啦 那骰子的話 它也是這個就是 別拉奧拉的 SM8的標誌 這個標誌非常非常酷 那再來就是我們 GX版以及 燒傷以及中毒的指示物 OK 那新手的話買別包 是相當的划算 因為裡面什麼東西都有啦 那再來裡面還有 八包卡包給你抽 那這個八包就是最新的 SM8的卡包 好 那我們馬上開一起來試試看有看到什麼東西吧 喔 那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叫雙槍 這叫雙槍 因為這個是非常非常好卡 如果不懂的話 芒果有解析過SM8的卡 那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的效果是 第一個是 當你只有一張卡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把手牌抽滿三張 那如果你手上有兩張這個雙槍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對方後排一直抓出來 就等於當初 當初佛拉達利的效果啦 喔 我們開到了一張空木博士非常非常好 還有這張這叫什麼鳥 這叫什麼鳥 喇叭佐鳥 那喇叭佐鳥是非常多人想要的 因為這個喇叭佐鳥的牌組非常非常強勢 那芒果以後有機會還是會拍出來給你們看的 啊 忘記講空木博士的效果 空木效果是 從牌組拿三張HP60血以下的寶可夢到手上 那芒果覺得這張牌真的是超級無敵的強啦 就可以當初取代當初的紫砂對不對 喔 你要開到一張這個電系的BUFF的打針 你只要打針攻擊就要三十滴非常非常的強力啊 那這個的話讓電系真的起飛非常非常多 那芒果已經有想法喔 配上我們的捷克羅姆以及電龍還有我們的冥冥騎士 都可以發揮非常不錯的效果 好啦 那這是最後一包了 我們開起來看看吧 其實我笑到現在都沒有出一張好卡 奇怪了 GX都沒出現 欸 白的 白的看到了 我看到邊邊的 看一下看一下 這一張看起來像是全圖喔 欸 不是喔 半圖我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呃 班吉拉 哇 GG 好啦 那班吉拉的特性是齁 當班吉拉只要擊倒對手的時候 對手的寶可夢以及能量全部都會進入除外區喔 這個招式其實非常非常強 那蠻多人喜歡班吉拉的都一直叫芒果拍齁 那芒果可能一開始前幾部應該會先拍班吉拉 那第一招打130D 然後打對手後排的30D 那他的GX就是打220D啦 來 接下來跟各位講解一下這個 快龍的白金豪華大禮盒 這個大禮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那各地的店家應該都有在賣 你們可以去詢問一下 那我現在一一慢慢介紹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來 首先裡面有一個桌墊 那沒有桌墊的朋友們其實可以買一個來當桌墊 因為這桌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來 各位看一下喔 來 我現在全部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哇 真的超級帥的啊 全部都是龍系的有沒有看到 龍系的寶可夢的桌墊 好 給各位欣賞欣賞看 參考參考看看 好 那我們的桌墊就直接放在桌上給各位看一下啦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非常可愛的快龍的小公仔 你看 超級可愛有沒有看到 好 那如果你喜歡快龍的話真的是非買不可啦 我們放在這邊吧 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這個非常非常可愛的 這是什麼你猜猜看 這也是一樣檔板啦 因為你看到這邊就知道 讓你比較好拿 所以這是檔板來快龍的檔板 那你們想要分類卡片的話 就是你看爆飛龍 然後還有我們的 呃 雷希拉姆 哇 超級帥 總共給你了12張檔板 一定夠你分類了好不好 那裡面又有-2張 你看下來我們雷射的快龍 以及刺龍王 那上次芒果有介紹過了 我再跟你們介紹一次 刺龍王的第一招打10滴 加上自己身上的水能量數量乘以50 如果你身上有5顆水能量 會可以打到1,260滴 非常非常強大 第二招打30滴 和後排一直換位置 那他的巨殺就是 對方全場打40滴 不計弱點抵抗力 那快龍的第一招就是 打70滴 第二招打200滴 下回不能攻擊 切記不能攻擊 他的巨殺就是從目的 撿3隻龍線的寶可夢 回到後排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愛啦 那看一下這盒子超級酷喔 你看一下快龍的盒子 那是什麼盒子 一次給你3個 我告訴你一定裝得滿 你可以放你的卡盒 可以放你的料 可以放你的擋板 反正就任你放好不好 非常非常帥氣 你看非常非常有質感 來摸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超帥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金黃色的快龍啦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爆飛龍 是黑色的啊 有沒有看到超級帥氣 有沒有看到 好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 萊希拉姆灰色的 奇怪萊希拉姆不是應該是紅色嗎 嗯 好那我們先放著 陪我們開包吧 好那一盒白金大禮盒裡面總共有10包 7.5的卡包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金龍奈拉 還有雷色的萊希拉姆 我們開起來吧 Men2 有東西看一下 有東西看一下 登登登登登登 霏簡單求雷模 好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還好啦 好吧我們現在放著 至少開到一張不錯的 weiß 雷射雷射看一下雷射 看一下雷射ấy nominees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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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噗噗噗噗 又有一張半圖 欸奇怪 今天的運氣不錯喔 還蠻多東西喔 登登 哇 刺龍王 好 那我們剛好兩張刺龍王 就可以打刺龍王啦 如果不知道怎麼組刺龍王 去看我的影片好不好 喔 開掉一張閃火能 還有一張七夕青鳥 也非常非常不錯喔 那這邊還有一張閃的惡能量 我們就先放在這邊吧 哇 我覺得這盒有一點點虧耶 如果開掉金龍賴就賺翻啦 好 沒關係 我們繼續進行第二盒啊 好 那這個芒果剛剛都介紹過了 我就不介紹 馬上進行我們的開包作業好不好 嘿嘿嘿 你看兩隻快龍雙出雙飛啦 好不好 開起來 好 那我們第二盒一樣是屎包 開起來吧 喔 開到一張半圖的七夕青鳥 好 喔 開到一張小V 可愛的小V 喔 小火龍 非常可愛 我喜歡的小火龍 欸 有東西有別的看一下 欸 奇怪 這個好像 哇 又是七夕青鳥 怎麼兩張七夕青鳥啊 太衰了吧 嗯 這個叫做七夕青鳥 不是豪華大禮盒啊 真是太奇怪了 好 那我們的白金快龍大禮盒 還有肥包 如果喜歡的話 趕快去詢問店家吧 欸 怎麼又有一盒8的肥包 那我們再來開起來吧 好 那裡面的東西剛剛芒果都介紹過 就不介紹了我們直接進行開包的程序吧 開始 喔 白的 白的看一下 欸 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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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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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草球 哇 超賺的啦 你看 哇 剛剛第一盒不 第一盒蠻飛的齁 所以第二盒就齁起來啦 金球來一顆啦 非常好啊 喔 一個空木博士 喔 有一張菱形看一下喔 登登 喔 是媽媽 來 這個的效果就是當對手的獎勵卡剩下三張的時候 你可以開這張卡 然後下回合可以防止你的易獸 寶可夢全部的傷害喔 可以防止喔 非常好 欸 有邊 有邊看一下 欸 又是菱形是不是 登登 喔 這個是火賞地 那跟之前我們的著熱大帝一樣 丟掉一張火能量可以抽三張牌喔 OK 非常好 好 那我們第二盒肥包就開到我們的金球 其實已經非常好了啦 芒果我覺得已經非常OK了 好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個訂閱 以及分享小鈴鐺 開起來這樣我直播的時候就看得到啦 那芒果最新動態都要在我粉絲頁及IG 記得按讚 掰掰